我是王贤姐 叫我Jeky就可以 大家平安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题目 比较简单 就是骨骨骨 骨骨骨 写起来是很简单的 对吧 虽然简单 两里而已 不只要做到够不简单 根据曼国公法 国家和国民中间的关系是 国家对国民富有保护的疑务 国民会对国家富有候装的疑务 所以国家要提供国民保护 不是说不可以 所以是怎么会发交就是要自己保护 发交的目标就是保护 你要对国家候装 这就是国家和国民的关系 国家 才有缔约的权利 缔什么缔 就是定条约的权利 一般的人 一般的部族 一般的公司不可以定条约 只有国家才可以定条约 所有的国家定的才叫做条约 才有宣战的权利 也才有战争的权利 为什么 因为定条约就像成年人 你一个成年人跟人家定的契约才有效 大家知道 人民虽然可以反对战争 但是你不能拒绝战争 你虽然我反对战争 但是国家派你去战争 你还是要去 相反的人民可以赞成战争 但是你人民不可以随便发动战争 这是美国的独立宣言 美国独立宣言他们怎么讲 他说政府的权利来自人民 目的是保障人民的自然权利 如果一旦政府不履行职责 侵犯人民的权利 人民就有权起来革命改变或推翻他 这就是美国的独立宣言 所以前一阵 美国有民兵有 内华达州民兵起义 就是这样 你没有照顾我的权利 我就起来起义 为什么 我们美国人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武器 所以我就用武器来推翻你 根据1933年12月26号 19个国家在南美洲的乌拉圭定了一个合约 叫做蒙特维多国家公约 国家权利与义务公约 这个公约里面有规定 每一个国家都包含两个元素 就是有权利跟义务 你要享受权利之前你要尽义务 跟你一个成年人一样 你要享受权利之前你要先尽义务 这些也是一个成年人 所以主权包括权利跟义务 主权不只有权利 你要尽义务 所以日本政府说 他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 有没有 可是义务他可能没有放弃 他还是要做缴税的义务 就像你房子 你家里的房子 这间房子是我的 我放弃权利 放弃收租 对不对 我不愿意收租了 这个租金我不收 但是你税金还要缴 你的名字还是你的 对不对 很简单的道理 国家作为国际的法人 就跟一个人 作为一个成人 应该具备的条件 就有四个要素 一个国家 一定要搬好像四个要素 才能成为国家 第一个就是要有人 而且要确定你有多少人 第二个要是要有一定界限的领土 也就是要有住的地方 你不能说你的国家没有领土 那就不成为国家了 第三个要有有效的政府 第四个要可以有外交承认 有与他国交往的成立 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 你的家你要成为一个家 也要有这四个条件 你的家一定要有人 要有住的地方 要有人能管理你自己的家 还要跟你的隔壁邻居 菜市场的商店要能够交往 不止你的家 你的公司也一样 你的公司如果没有人 那你的公司一定是空投公司 对不对 你的公司一定有营业的地址 要有管理者 而且必须要跟别的公司 或者是别的人交往才能赚钱 所以公司 企业 个人 家 国家 都是要这四个元素 你们知道这个国家是哪一个国家吗 这是国旗 这个国家叫西兰公国 他目前有22个人 22个人的国家你不要笑 22个人是一个国家 你2300万人又怎样 不是国家 对不对 所以有什么好笑的 人家22个人是国家 还有国旗 对不对 他号称是全世界最小的国家 这个在英国的外海 对 他这个是他未来计划中 他叫西兰公国 他现在是这样子 全世界人都说 那一块海上的干板 就是西兰公国 他现在长这样 但是长这样 你不能说他不是国家 他有领土 有人 有政府 还有外交关系 所以四样他都具备了 虽然没有几个国家承认 他在英国的萨福克郡外海 大概9.7公里的地方 他是在1967年宣布脱离英国独立 但是至今没有得到国际的承认 该国的领土 其实就是海上的平台 怒涛塔 由一艘船和甲板改建而成 十分的简陋 这是西兰公国的国王跟公主 他有印邮票还有钱币 你跟他去买 他还有得卖 你要跟他申请护照 他也很愿意卖你 他这个被赤少校是因为 他在做海盗电台 就是台湾的地下电台 地下电台英国要把它取缔 所以他要找一个地方 不受规范的地方 结果找找找 刚好找到这个外海 有一艘废弃的船 废弃的那个怒涛塔 那时候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英国废弃的海军基 一个地方 一个基地 所以他就占领了那个地方 占领以后宣布独立 自己成为西兰公国的王子 他的妻子成为公主 这就是西兰公国的国王跟公主 他现在是这样 对 这算钢板而已 这个更好 生活 从英国进口 看要吃米泡咖啡 都英国进口就好了 离英国很近 对不对 他卖邮票 卖钱币 卖护照 这个葡萄牙的男子叫巴罗斯 买下一个小岛并建立国家 巴罗斯买下马德拉岛 其中的一个小小岛 他建这个国家的名字叫庞定尼亚公国 自认为王子 可是这个国家还没有社会承认他 他却自得其乐 为什么 他说 我不但拥有主权 还可以发行覆照官方文件 巴罗斯在四年前得知这个英国的富人 打算以25000块的欧元卖掉这个小岛 他想找他的朋友一起买下他 他的所有朋友都认为他疯了 可是巴罗斯 他把所有的积蓄通通挤下来买了 巴罗斯他知道他买下这个小岛以后 可以享受不限制的自由 为什么 我明天国旗要变成红色的 没有人管我 对不对 后天我把它改成白色的 再后天我把它改成绿色的 多棒 绝对没有人敢管我 对不对 不只这样 我明天要唱哪一条国歌随我 随我高兴 说他能成为任何他想要成为的人 如果我想让我的国家拥有国歌 我能自己选 我也可以随时换掉他 国旗也一样 今天他可能是蓝色 明天可能变红色 当然只有在我这里拥有绝对的权利 这点最好 庞定尼亚公国 他的大小大概跟我们一间套房那么大 那个岛就跟我们套房差不多 现在的公民就四个 就他们家四个人 包括妻子 儿子 女儿 他现在五十六岁 除了这些皇室的成员意外 这个巴罗斯 他后党跟共争 所有的都在做 其他 其他当然是享受王室的生活 对不对 因为你要建立国家 所以习近平很聪明 因为他教中国人怎么教 他说台湾是我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以前中国人都是这样教 连现在国小也是这样 可是现在不太算了 为什么 不可能 人家台湾都已经是日本的了 你要怎么拿回来 没办法 他就想到说用买的 跟那个巴罗斯一样去买小岛 他想把台湾买下来 结果去见天皇 天皇本来不建议见他 他拜托美国帮他安排 安排了以后 见面第一句话 他就跟天皇讲 我们现在中国 比较有钱了一点 比以前有钱了一点 你可不可以讲台湾跟澎湖 卖给我们 天皇怎么回答你知道吗 这也是美国告诉我们的 天皇说 我们日本皇家 从来没有卖过东西 所以天皇又回来了 这中国的文化 中国文化就是东夷文化 东夷文化就是象形文字 象形文字 象形文字有一个好处 看起来好像很漂亮 而且看那个字 就可以了解它的意思 对不对 这就是象形文字 象形文字的好处在这里 你看这个国 就知道什么是国 为什么 因为文字就是城墙里面 对不对 城墙里面 要杀人灭口才成为一个国家 对不对 这个歌是不是武器 杀人灭口 对不对 因为占领你的城池以后 把你所有的人通通杀光 换我的人进去 我就成为国家了 对不对 所以他们的国叫做什么 里面就是一个祸 就是灾祸了 国就是以前 那个诸侯 诸侯管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国都在皇帝底下 皇帝是普天之下 他们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也就是全世界都是他们的 家天下 所以他们怎么讲 天下为公 世界大同 问题是 出在这里 你家要跟人家公吗 没有人那么笨的 说我的家拿出来跟人家公 是不是 全世界没有人说要跟你公的 对不对 你知那人 从古时候就做奴隶 做了几千年的奴隶 谁要跟你同 谁要跟你一样做奴隶 是不是这样 他都跟我们说 我们是龙的传人 对不对 这是蒙古 这个 河头网里面报导 今年的6月18号上午 在乌拉特前期 乌梁树海 渔民山王二龙 捕鱼的时候捕获一条 三米长的真龙 连夜送往北京 这台不知道价 这个我是不知道 网路上有 不过这个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我就不清楚了 这是网路 不过总是龙 可是你们要想想看 他跟你们说你们是龙的传人 可是你有没有想想 以前你要当龙的传人 是皇帝的儿子 对不对 你说你是龙的传人 马上抓去砍头 是不是很简单 你想当龙的传人 先把我皇帝干掉 是不是这样 当龙的传人 哪有那么简单 这条歌很好听对不对 侯德剑做的词 唱起来最好听的 大家会不会唱 来一起唱唱看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 他的名字就叫中国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 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举龙脚的小我成长 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 黑眼睛黑头花黄皮肤 永永远是龙的传人 是不是很好听 好听 问题是这是谎话 谎话总是特别好听的 对不对 女孩子你要骗她一定要谎话 才会好听 对不对 所以很好听 想一想就很简单 什么叫中国 中国孙中山建国的时候才叫中国 以前叫什么 以前叫大清帝国 大唐帝国 大明帝国 大元帝国 大蒙 哪有一个大中国 是不是 所以这个中国 是叫做遥远 所以他还不到一百年 中国还不到一百年 东方有一群人 他们全是龙的传人不对 只有皇帝的才是龙的传人 你们是龙的奴隶 向往也不要向往当人家的奴隶 黑眼睛黑头花红皮肤就是龙的传人 那日本人 越南人 泰国人 通通是龙的传人 所以歌好听是骗你们的 不要太相信 谢谢 其实是龙的奴隶 你如果要做龙的传人也很简单 把皇帝杀了就可以了 其实 从他们的那个古代遗迹里面 挖出来都是猪的图腾 这是和姆渡文化遗址 挖出来的都是猪 其实 他说他是龙的传人 其实不是 是猪的传人 我拿证据给你们看 为什么叫猪的传人 这个字什么字 这个叫死 死的意思就是猪的意思 对不对 到日本叫豚 豚骨拉面 豚就是猪 你的家里通通是猪 你跟我说你是龙的传人 家的解释 他的字典上解释 叫做亲人共同生活的地方 叫做家 对不对 你的亲人通通是猪 你跟他说你是龙的传人 你这只龙还真像猪 这是中国 一个农婦 很爱他的猪 把他的猪 恰龙恰风 恰很漂亮 很大的 结果也是爱台 对不对 有可能说老 他怎么变龙 这只猪 不要说虚 你就算把鱼子变成龙 他也不会变成龙 不是跟他疼而已 现在中国 養四億七千五只猪 占全地球一半以上 所以中国人很厉害 这个人也很厉害 拜託我们牠 有没有 算计的时候叫我们牠小猪 其实 猪的眼睛是瞎的 你们知道吗 你们以为猪眼睛很亮 不对 猪只要有一口饭吃就好了 所以牠是瞎的 你只要有给牠一口饭吃 牠就很高兴 所以 他们猪只要有饭吃就好 有没有 中国人不是常常讲吗 只要有一口饭吃就好了 对不对 这一口头馋 只要有饭吃就好了 所以 所以 他们根本分不清楚 什么是汉满门回帐 福广克苗月 这些都分不清楚 因为这些人皮肤都同色 对不对 头发也都黑的 也都黑眼睛 黑白分明 很清楚 你黄的搞不清楚 所以你是眼睛是瞎的 文献会台湾通知里面 第三册六十页有说 乾隆二十三年的时候 那时候是一七五八年 那时候下了一道命令 归附平普族的真法结伴 并实施 实施市姓政策 就是苏南台湾的平普族 市姓还是市民 第一个政策出来的 这一年有六十万多个 马上改用汉姓名 为什么 因为改了汉姓名 免缺税金 当然大家马上改 对不对 这很简单的就是 你改生了 马上送一罐米酒给你喝 马上就改了 这很简单 在雍正八年的时候 归顺有六十多万 在乾隆四十八年的时候 那时候归附人数更多 有九十一万 所以血统大乱 为什么 市姓 让我们台湾的归附祖国 跟金子的祖公 同祖公 大家都归附生 不就是同祖公 不过 金子人有种族的优越感 什么种族的优越感 因为种族优越感 不愿意跟人家同祖宗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欢 对不对 怎么可以跟欢同祖公 他们不是欢的 对吧 不愿意跟台湾的欢同祖宗 迫使万兴政府紧急叫停 为什么 因为他们这个种族的优越感很强烈 全世界所有的欢 绝对没有我们汉人这么勇敢 怎么勇敢 做奴隶可以做到至公 对不对 做奴隶可以做到把自己的小鸟割掉 这样够不够努力 够不够努力做奴才 是不是很优越 所以不愿意跟你们同祖宗 因为他太优越 他有做奴才的专才 所以他们的公公都是汉人 对不对 其实没有汉人 汉人是什么 几乎灭种 因为汉人都在做这个 下面没有了 是不是这样 你们看那个公公的照片 这些公公 都独对没有一个是万人 也没有一个是蒙古人 全部都是汉人 对不对 这些公公的文化 对这些公公的文化 对这些公公的文化 是很毒的 不久你们吃几十年 没感觉毒 就像你吃粉 吃几十年 你没感觉粉有炒 你感觉粉没吃很难 对不对 你用几十年 几千年的理 你如果说有毒 没人要想 最简单的 女孩子 文字 你只要跟女孩子在一起的都有 就读了 所有跟女孩子的字 都是难听的 没有一个字好字 200多个字 唯一比较好的 要跟孩子在一起才好 对不对 这个才叫做好字 其他女人越多越惨 三个女的就变直接尖了 对不对 有哪一个字是好的 你跟我说 唯一跟孩子在一起才好 跟男孩子在一起就不好 跟男孩子不好的话 就变成了 对不对 唯一好的就是 跟孩子在一起而已 而且女孩子说得越少越妙 像中国人变成了 很奇怪 又没有变成了 什么原因 中国人中毒太深了 没有感觉这是毒 知道吗 其实文理应该是要中性的 不是因为这个理寻了 看出来说很不好 字不可以这样 字看上去都要中性 中国人你只要讲出来的话 也没有好话 字那人的文字 这个只要跟言在一起的话 也没有一个是好字 所以他们讲出来的也没有好话 250多个字跟言在一起的 没有一个字是好的 最近一个比较好的 这个好 用最多 Facebook的点头 最爱吃 赞赞赞的吃了 对吧 你就是说这个就好 这个也买点 怎么说 你如果要在人的一个赞 你要先用两个钱 买 对不对 买是不是钱 你谁要先用两个钱 买人家的好言 这样才会赞 不要说什么 一日赞得完就不赞了 对不对 比划那么多 谁会赞吗 所以说 钱的文化 很坏的文化 很坏的 全世界最好的文理 什么文理 英语最好的 英语才26年而已 听起来每一年大家都没 对不对 是不是很简单 你中文听起来最多 也要再听四五十年 所以 最简单的是英文 是怎样我们学买 因为他不给你教的好 真的人不可能 给你教英文教的好 因为你不用外交 外交他来做就好了 所以他不想给你教的好 知道吗 所以就是我们学买英文 教的原因 他要给你教的好 很简单 所以我们的中文 他就给你教得很好 对不对 自学习就给你教 教到台课 又再教中文 所以你中文 比音中国人更好说 我们唱歌是不是比音更好听 原因就是在这里 因为我们学买英 比音更好 我们台湾人 背音 很多人 五音不转 对不对 我们台湾 自古早 就古里 在和平堂 有出一种泰国文 泰国文 这泰国文 历史 比中国的历史更早 台湾的历史 差不多六千 至一万两千年以上 还有蝙蝠文 蝌蚪文 蝌蚪文 蝌蚪文是真的 金蚪的全身 所以台湾 我们台湾 很早就有蝙蚪文 这就是在和平堂 历史 泰国文 这个 日本人知道这部 马上再到他们的博物馆 放了 这个是在八通关古道 上面的虎字碑 草陵古道虎字碑 这个石板文 蝙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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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古早里 这个怎么知道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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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刷 你们听过 不知道 四刷就是惊惊的意思 在草包在惊惊 四刷 就是这两个音 相形相音 这是我们台湾的鼓励 我们台湾 音有八音 用这八种的动物 都可以带 所以音 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 可以带 所以我们台湾 有八部和音 有没有 我们八部和音 我们很好听 我们台湾好听的 是在这 今天人是怎么会 不听 他们的四音半 所以他们五音不全 对吧 我们台湾好 我们台湾好 以前我们就知道 力头和音 是感觉的 所以我们台湾的力 是感觉的 力也是感觉的 力也是感觉的 现在科学家去探勘 夜量是空心的 太阳也是空心的 我们台湾好听的 这句话 阿香到阿香去香港 我的香很香 你若是用北京语 说的怎么 阿香和阿香去香港 买的香增香 那个香到不知道 哪里去 对不对 这就是好听跟不好听的原因 这就是那时候 谈出蛾蟐蚌蚌 那一戈尸 明天 Generation 知道了 万舍再去裂 蚌蚌背 根据 荷兰东印度公司 疑羚宝诏 什么 我的 跟西拉雅的语言 是出üss 心一种 预约平文 有节奏 且异常 优雅的语言 咱刚才 阿香和阿香 去香港 forum 这liches 优雅 很有节奏 对不对 西拉雅里面 他们拜祖先 叫做阿立祖 阿立祖是最高的祖宁 阿立祖用一个公子代替 是一欧 是拜里面的水不是拜那个欧 我们台义里面 叫另外一半叫做牵手 牵手不是在叫我们太太而已 我们太太也可以叫牵手 很文雅 没有暧昧的关系 你若知道一人在叫太太 朝康老婆 对不对 中国的女儿子可以什么 驾鸡随鸡驾狗随狗 为什么 因为你们都是鸡狗 出事就把你们变成 这次如果帶人的投资 只要买鹵 鹵也是肚子 你就是鹵就真的是 会背 鹵不会背 我们那时候 台湾人 台湾的女孩 那时候是母系社会 母系社会 他要找公子也很简单 我看他这个的时候 我就买冰农 把他放在落地里面 请他吃冰农 台湾少年了就知道 英文就来他们家 跟他约会 约会后就成困做会 成困做会后就知道好败了 好败 伤害就知道了 对不对 如果好的 你就要快来提亲 如果败的就再见了 所以母系做会很开放 我说不是真的人 真人美婆之言 人家说的都不信 人家常说的都说一句话 说我们现在在这里看 三人五百没重体脚位 对不对 你们看得很清楚 结果呢 三人哪有五百 一个独眼 他跟你说得很清楚 这人很厉害做的 所以第二天一早 很多年轻人就在干爐 干爐 趕快要串来结婚 快去提亲 因为气肉好用 对吧 这就是阿里祖 阿里祖那天拜 拜这个阿里祖 不是拜这个阿里祖 是拜里面的水 里面的水才是最高的祖灵 是我们的社会里面 大宝是要交进来 你知道 大宝才有继承权 两个人要生下孩子以后 才会正式同居 你要生孩子有严格的限制 不可以太生 差不多三十五六块的时候才可以生 如果没有 他就叫公姨把你堵胎 这就是那时候 秘宝族 他们拜地基祖的 你们家这时候 计划 如果有母国要做大碗 都是秘宝族的 今天人是没有母国做大碗的 是我们台湾才有母国做大碗 我们台湾才有母国做大碗 我们台湾以前是母系社会 所以 他都跟你骗说 你们祖先都为中国来的 为秘宝来的 祖宝删到很大碗有没有 结果 社长庭 回到中国赤祖先有赤到吗 社长庭有比你们更厉害吗 丹水扁有比你们更厉害吗 回到中国赤祖先有赤到吗 所以 你们老的祖宝稍怀疑 他们中国人说 祖谱靠得住 母猪都会上述 祖谱是错的离谱 其实祖谱的祖谱是由宋调才开始写的 因为宋调之前祖谱是都奉帝才可以写 一般人是没在写祖谱的 奉帝才有写祖谱 是宋调以后才有写祖谱 这些牛是美国的一只母猪 他的名叫做蜜儿克谢克 他做蜜儿跟狗到底大 吃狗鱼了 所以他拒绝吃草 他说我所有的朋友都是狗 我跟狗一起长大 我一定是狗 我拒绝吃草 而且我的饲料一定要放在盆子里面 才要吃哦 可是问题出在 这只牛啊绝对不会狗叫 对不对 他也是猛猛 有可能会好好 所以要记得 我们台湾人 第一次大人 不能变成第一次 知道吗 台青一通知的里面 他就写了 写了台湾 江户 风暴风啊 一家り暴吊 中国程国名叫当当当当 农寺的时候 老墓 sentence 赞日本 倘存在大逆米 田反 123based Pennant depression 台湾一定绝在日本 從前 他就知道 这是台青一通知的 日本 日本赤 他们上头就写 台湾富足够逢好之地 无痛中国 熟日本 证得很清楚好不好 红毛 红毛就是怎么翻 很多人叫全世界所有的外国人都叫做翻 只要比他们先进 所以我们不能说就是做翻的两次 做翻真公平 知道吗 尤其做食翻 喜欢更赞 煮不熟的那个 还更赞 知道吗 第一次说实质上是日本人 第一次说的老婆是海拆对不对 海拆 特地没多一国说海拆是我们国来的人 对不对 海拆你如果说你国来的人 你就会变海拆国 所以海拆特地没人说这个是我们国人 所以 帆子龙 海拆特地不是中国人 真的人不可能 所以帆子龙又去带日本母 对不对 帆子龙跟紀念是母国一个人 带日本母后他是不是变日本人 变日本人后又生一个日本子 日本人 当然帆子龙也是日本人 又不是他一个人而已 他又生一个小弟 帆子龙的小弟 所以帆子龙不是只有一个人而已 就是这样 这些都是熟悉的 在日本还有庙 他们又说 台湾的庙子又说 日本人快来拜正成功 他都不知道正成功是日本人 这个 说这个清朝 清国 帆子龙哪有可能清国 帆子龙是公立义 亚武士党 带日本母后 他生这个田川福松 有没有 帆子龙的本名 他的小弟叫做田川七左卫门 家族人现在又在日本 回来发电的 只有该死亭的田川福松 回来台湾发电 在长期 还有正成功的纪念館 在台南的正成功纪念館 由于正成功是日本人的身份 实质上正成功 这是开代的第一个日本人 这当然也是写在的课本里面 还有正成功之歌 他都叫他国生牙 国民党来 人们本来的庙子 在开山神社 改做国生牙的庙子 还把他印党灰上去 所以当时 日本是 通常是投一个开渡海外 日本地址 所以青龙 从以前他就知道 台湾不是他的 对吧 所以在港的建筑 建树了 好 很高兴的 把台湾带给日本田虎 怎么 因为你们台湾人 台湾这里的所在 鸟不鱼花不香 男如情女无义 对不对 所以挂好人正成功 我们台湾人是何 男如情女无义 因为我们台湾人有爱 我们台湾人不讲情不讲义 我们讲爱 知道不 没错 其他人最讲情最讲爱 最讲义最讲关系 但是他们没有爱 你不要以为有情有义就有爱 有情有义没有爱 有爱才重要 你有情有义没有用 所以 妈关掉用 下关掉用 簽了 簽的时候 是派什么人簽 李金方跟李鸿章簽的 对吧 很清楚 那时候簽完后台湾的冬 那个阿婆浪港的冬 怎么说 孤城可割地 什么宰相可割地 孤城南徽天 所以这在1640年 荷蘭人画台湾的地图 这在400年前 有法图画台湾的图画得这么准 真的不简单 西班牙人和荷蘭人来台湾的时候 他们叫台湾叫FOMOSA FOMOSA 这在九回里面 很好听 所以那时候我们进来的时候 他们就将 圣经 鲁玛里的圣经 都带到台湾 当我们台湾的 带到八卦里 带到八卦里了 那时候我们台湾才有文理 没有文理已经不记得去了 所以 他们 当社班牙人 登陆的第一个地方 就是圣地亚国 西班牙人 去到每一个国家 去到每一个新的地方 都很爱和圣地亚国 美国也有一个圣地亚国 墨西哥也有一个圣地亚国 台湾有一个圣地亚国 台湾的圣地亚国 在那三雕角 因为国民党来的时候 这圣地亚国 要听了 要叫做三雕角 中华这个半山 道南这个谭尼部 丹尼本港 四楼山 四楼山 我以前叫一支山的名字 四楼山 四楼山是所有的家里 都叫做四楼山 不是一支山 四楼山 家里在小龙 有没有 浴泉的十八年 新法是桌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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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荷蘭语 他以前有翻两本 翻一本马台福音 和一本悠寒福音 不过悠寒福音 已经变成了 现在纯马台福音 这就是新冠文 新冠文 都完全写八卦里 我们现在很多上路教会的阿嬷 会讨这八卦里 八卦里圣经 他们的孙儿感到懒惧 阿嬷你会讨英语 阿嬷一个讨论 你怎么都讨论 有我们这讨论八卦里 阿孙儿就看 这明明就英语 所以 他们感觉阿嬷很厉害 1683年的孙儿 那时候就是新冠文书 新冠文书是什么 你知道 就是有什么大卦 卦欲 大部分都十五个小孩 因为十五个小孩才有继承权 很多卦欲 都是十五个小孩 土地十五个小孩才有权力 才能继承 十五个小孩才会做见证人 定欲当中做见证人 新冠文书 新冠文书就是八卦里 所以 女性 都是财产的持有人 继承人 还参与制定契约 所以 以前 台湾是母系社会 这是习近平 在那两千档十四年那时候 就职的演说的看法 顶头写得很清楚 这是什么文字 这就是满文 满文 代表他万兆人的意愿 他是不跟你说我们是万兆人而已 是世上 现在也是都万兆人在管 对不对 那有哪个漢林 有哪个人的大冬是漢林 没有 乞建林 没有 乡当人 没有 乞丐人 没有 所以你不可以是说 现在有哪个人在做大冬 都应该 同样是万兆人在做 同样村的都在做农的努力 那时候布希去荒蒙的时候 这江泽民 好 拿这些水衣穿 有没有 真的有这些旗袍 有没有 这也都旗袍 这也是旗袍 什么叫旗袍 你们女孩子也很喜欢穿旗袍 尤其身材好的 对不对 身材越好越喜欢穿旗袍 凹凸有致越漂亮 为什么 因为旗袍是旗人穿的 旗人就是满洲人 对不对 满洲人是要留辫子的 汉人没有在留辫子的 我如果说那时候还留辫子 所以留辫子是满洲人 以前台湾被满化的时候 不是被汉化 被满化的时候 所有人都要留辫子 不留辫子呢 很简单 砍头 是不是 所以大家都留辫子 女孩子 女孩子要绑小脚 不然你架不出去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我们阿嬤也绑小脚 说这样比较漂亮 结果是怎样 小脚绑起来 你就走不出外面了 你就要安于事 他们的蚊子也很奇怪 女孩子要在房子里面才安全 你出了房子就不安全了 所以看中国多危险 中国你女孩子只要出了房子 就不安全了 他们的文字告诉你很清楚 中国的文字 穷 穷怎么写 穷就是你拱着身子进你的家 就是穷了 弯腰进你的家就是穷了 现在人看多穷 你连房子好弯身都没有了 所以中国字很优美 看起来很容易懂 1978年的时候 那时候卡特去访问邓小平 他说你们 为什么都不让你们中国人自由呢 为什么要限制他们的言论自由呢 邓小平说 你想要我们中国人自由 简单 你要多少人 一千万够不够 我还可以把他送过去 卡特全不敢出声 你想 他十几亿人口送个一千万出去 不算什么 可是美国就惨了 来个一千万人 就很惨了 对不对 所以 真的是毛泽东的做恩母 一些去抗议的 民进党最爱做这个 林北的是台湾人 有的说林祖母是台湾人 他整个说林祖公是台湾人 那不是 那会变作台湾人 你鞋子更大 就不会变作台湾人 就是那些丁 那些丁丁丁丁丁又更大 就不会变作丁 同样的意思 你的李西亚又大 林祖公 林祖公 林祖公十八丁 是台湾人 你就不会变作台湾人 你一定要有政典證明你是台湾人 这是台湾人 不是说这下林祖宗是台湾人 就会变成台湾人 不会 只要这样我就下林祖宗是美国人 我就变美国人了 不久以前对不对 所以很简单 他们最爱跟你说 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对不对 乱乱说 如果这样我在中游在打工 我在加油工 中游是我中游人的中游 对不对 台湾也是我台湾人的台湾 美国人也会说 美国是我美国人的美国 日本是我日本人的日本 英国是英国人的英国 英国不是公共 对不对 所以那是简单 台湾人是台湾人的台湾 骗你的感情 他们说台湾人才爱台湾对不对 乱乱说 所有人都很爱台湾 林志玲大家也很爱 对不对 哈娃伊更爱 哈娃伊我也很爱去渡渡 对不对 所以每一个人都爱哈娃伊 每一个人都爱台湾 对不对 所以习近平才想要买台湾 欧巴马也说他很爱台湾 我们家宝也是 对不对 最爱的人没出声 对不对 日本天皇他不能出声 他真的最爱台湾的没出声 对不对 所以全世界人都爱林志玲 就是毕师党员消费 毕师党员就林志森 他林志玲 所以应该是他们消费的 不知道有消费 我们去移民去了 为什么 因为你们是奴隶 你们是租的船人 没有人喜欢你们 加拿大结束投资移民计划 大批中国人抗议 加拿大最近决定取消 投资移民的计划 原因是八成的人 这些投资移民 在申请的时候都伪造证据 这真的人最厉害的 真的 你如果去到中国 你要哪一间大学的毕业证书 我马上做给你 有没有 只要有钱就好 你要做什么